這個就是畫圖這樣子 就是上一節課大家看那個 那些複雜的公式可能會覺得很困難 這節課至少我們有從簡單的開始就是畫圖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先教簡單的畫圖 下一節課我們會教一些比較有趣一點的畫圖 比較畫地圖之類的這樣子 好那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今天的這個課程 首先我們要先用跟上個禮拜完全一樣的dataset 把它複製過來之後 這個上個禮拜在這裡就用好了 第九顆 好把它讀進來 讀進來了以後啊這比data跟上次長得一模一樣 我們就要用這個data來畫畫 好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總共要畫哪些圖 我們現在要先畫一些統計圖表 這統計圖表啊覺得說有直方圖 這直方圖你們有沒有看過啊 我們就想問大一的啊 大一的有沒有看過 大一的也有看過 好那大一的也有看過 那我想這個大二的一定有看過啦 這histogram 欸覺得大一是在你什麼時候看過的啊 高中有教嗎 高中有教 升筒 升筒 你不是才一上嗎 一上有上升筒 這屆桿一上上 蛤 這屆桿一上上 這個很清楚嘛 所有的函數 那外面 histogram 是直方圖的意思 所以它簡寫 hist 就是直方圖 你如果按它enter的話 在你的右方 你會看到 欸本來我們是在file的畫面嘛 對不對 現在它跑到了這個plot的分頁 它就把這個直方圖畫出來了 好你說要把這張圖存出去怎麼存啊 這邊有好多個按鍵啊 這種 你還可以放大縮小了 這樣可以嗎 或是export save as image 這個都可以 好等一下當然有程式碼也可以存圖啦 好不好 那接下來下一個 boxplot 核須圖 這核須圖有沒有看過啊 好可能也有看過啦 好不好 這個核須圖的這個 這個中間是什麼 是中位數嘛 對不對 然後這個是 這個 這是第75百分位 這是第25百分位 對不對 啊這個是 這個叫IQR嘛 對不對 這是1.5倍的IQR 好這樣可以吧 好然後這些東西是 看還有有沒有 有沒有點超過的 它就點在上面 這樣可以 這就是核須圖 好這個核須圖 這個 繪畫了以後啊 這個 這個核須圖跟這個 這個 這個 直方圖 核須圖主要就是想要了解 核須圖就是 比這個 直方圖的information 再更少一點 這樣子啦 那看了會比較清楚 這個 直方圖有時候 有時候 像我們現在這樣看起來 一個常態分布 當然沒有什麼問題啊 有時候會 有點 有點偏這樣子 好那這個圓頂圖 圓頂圖 我們要怎麼畫呢 首先我們上個禮拜 是否叫table這個函數 table這個函數 可以幫助我們 把education 這種類別變相 把它整理成 這個 哪一個類別有幾個 哪一個類別有幾個 這樣 好那這樣子啦 你把這個table啊 注意喔 所以這個 pi chart 這個 pi這個函數啊 它使用的這個 input 必須是一個table 這樣可以吧 它必須是個table喔 這個table 然後我們按下Enter之後 它出來 就是012它的比例 這樣可以吧 好那最後 我們再來畫長條圖 這個長條圖啊 跟 pi chart的一樣 這個 bar plot 它這個是長條圖的函數 一樣也是拿來吃table的 我們按下Enter以後 你可以看到 012分別有幾個 好所以這個畫圖 應該蠻簡單的嘛 對不對 應該不會有人覺得這裡有困難 好那 因為大家一定不會覺得有困難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些進階的功能 首先 欸這個 剛剛那個圖是不是很醜 沒有顏色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要教大家一些畫顏色 這個畫顏色啊 我們可以用dote.color等於什麼來決定 那你說有哪些color可以選呢 欸這裡有個檔案 叫colors in R 不過這個大家看看就好了 等一下我們會交到更多 更多顏色 好不好 這裡 點進來 這邊有各式各樣 你看了 你覺得喜歡的顏色 你就打下去 這樣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現在來試一下好了 主要是Histogram EGFR 好我們給他一個參數 dote.color.red 我們按下Enter之後 它是不是出現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所以我們重點不是要教這個 我們重點是要教大家前面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 怕這個函數 它是可以指定繪圖環境 指定繪圖環境 就是說等一下我現在指定 我的這個右邊的畫布 它是什麼樣的環境 好注意喔 在R裡面畫圖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它是這個 我現在要先對我的畫布做一些 就是畫布做一些格式的設定 那個part這個函數就是拿來做這件事的 好你現在因為我現在教你的函數會比較簡單 所以你還不知道 右邊其實是你的畫布 這樣知道嗎 等一下你就會發現 其實那個右邊的plot 那個畫面其實是你的畫布 這樣 好那我們現在用part這個mfrow 意思就是說 哇想要把這個 我想要把右邊的畫面切割成2x2 注意喔 這個2是RAW的意思 如果我是32 那就是3x2 這樣知道 我那個矩陣都先喊RAW再喊Color 好不好 因為我不太清楚RAW跟Color中文 這個如果你聽不懂在 就是RAW就是這樣子的 可以吧 Color這樣子的 那這個 那個 mfrow 他就是 欸我先 我現在要畫一個 nxm的 那我現在是2x2 這樣可以吧 好我現在打下這行指令 好你現在看起來好像完全沒有影響對不對 因為這是上一個畫布 那我現在只是對我新畫布做了一個指定 我要指定成這樣 好接著我再run下這行 欸看到啦 他是不是被我丟到了左上角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再來下一個Fox Plot 欸他是不是被我丟到了右邊 拍 喔這個看起來是不是 像樣多了 可以接受吧 這還蠻簡單的嘛對不對 應該不會有人在這邊覺得很難啊 全新的開始總是好的對不對 好那如果你想要 好剛剛那張圖你要怎麼 你要怎麼 存那張圖勒 好當然剛剛我已經講過 這邊有export save as pdf 或者save as這個 save as image 這裡你都可以去調整一下他的這個殘框膏 好有沒有用程式碼方式來畫圖 來有喔 plot 欸pdf好了 pdf pdf我們這邊有plot.pdf 好這意思是什麼 哇 好我們就這樣就這樣就好了 好我就這樣子 看之後我就這樣子喔 那我這什麼意思勒 我現在啊 我現在按下這張圖之後 他實際上現在 你在file這裡 你看到 我現在是不是開了一個pdf plot.pdf 這是我剛剛新開的喔 你可以看到他的時間 你可以看到他的時間 November 6 這個 2020 所以是我剛剛開的對不對 好來 我剛剛開了這張圖之後 現在他裡面是什麼 0b 0kb 0b就是完全沒有東西嘛 對不對好 我現在一樣我指定畫布 這是我剛剛畫的圖對不對 欸開不給面子了吧 為什麼 為什麼會再畫在那裡 等一下再讓我一次 我先 再讓我試一試 好好來看到了嗎 有6.6kb 我不知道為什麼剛剛 我明明就已經 pdf了 然後他居然沒有在畫布裡面畫 好現在打開的話 你就會看到 欸這是不是我們剛剛畫的圖 好pdf這個函數非常特別喔 他也可以下很多參數 舉例來說 我認為height height等於7 1 欸等於6好了 然後 等於 好3 我故意畫一個就是有點醜的這樣子 然後family 好 注意我剛剛這張圖喔 我等一下不會關掉 我再畫一次 好有沒有注意到 第一個 他被我改了對不對 第二個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字體 這新羅馬字對不對 這看起來是這個 欸這個 就是其他字體對吧 預設的字體 是不是他還可以改字體 好至於這些參數要怎麼調 欸你可以用問號自己去 就是這個 help pdf 去找到他裡面的參數啦 這樣可以吧 好 我們現在 來這個 我們現在來練習啦 好等一下 大家做些什麼呢 我們現在啊 首先你先把前面的過程 repeat了一次 這應該蠻簡單的嘛 對不對 好接下來下一個是 我 你有沒有注意到我剛剛畫的 核虛圖 都長這副德性 那我現在啊 希望你畫出一個 這個樣子的 核虛圖 如果你畫什麼咧 來注意喔 我 我們的data裡面 data裡面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的data 我們data裡面 有egfr 有desease 我們現在想看看 desease等於0的egfr 多少 dese等於1的egfr 是多少 這樣子我才可以 做這樣的對比嘛 對不對 好那我想問一下 這個 我要做這樣的對比 我這張圖 老師前面又沒教 怎麼辦呢 好我跟你們講 以後你們大概面對 都是這種狀況啦 好不好 就是 欸 正常的狀 你不能老師只會 老師教的東西嘛 對不對 所以你們要有自己 學習的能力啦 我們來 稍微示範一下 這東西要怎麼開始 好不好 來 首先那個東西很明顯 是核須圖對不對 所以請你打 boxplot 好你打boxplot之後 這裡是不是有詳細的參數 我跟各位報告 老實講 我其實 平常根本就懶得看這些東西 好不好 我到底怎麼學新函數的 來 每一個函數的最後 下面都有example 下面都有example 請你 這個我們是不是學過 用類似的技巧 學過 對不對 請你先全部貼過來 好 全部貼過來之後 我們就一行行執行 來 首先我們先執行這一行 欸 這圖是不是就有點像了 對吧 欸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 根據 我們是不是可以根據 這些example 根據這些example 欸不要一次全部執行完喔 好不好 一行行執行 觀察一下它有什麼變化 好你全部 你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可以根據這個example 試著把它改成我想要的樣子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 我們現在練習題 就要做這件事情 好 我們這一題的關鍵是什麼 來來來來來來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這張圖有什麼特性 比起前面的這個 比起前面的這個 就是這個簡單的這張圖來講 第一個 它哪一個 第一個它有兩個 對吧 本來只有一個變兩個 這是第一關鍵 第二個它有這些東西 對不對 它是我這些東西 所以說我們現在就是一個一個範例來看 有沒有什麼東西有這些東西的 這樣可以嗎 有沒有哪一行程式碼有畫出這些東西 好我們再來一次 一開始 來第一步 好 欸 所以看起來如果我要有多個 我需要用它的這個格式對不對 這個格式是什麼勒 欸是不是 蚯蚓是不是公式的意思 就是我用左邊的 預測右邊的 這樣可以吧 那DATA是這一份 那DATA這一份 我如果沒有看過 我可以看一下這份DATA 我按HEAD 看它 喔這是一個類別變項 這是一個連續變項 所以我們的Desease就是擺在這裡 這個EGFR擺在這裡 這樣可以吧 好我看很多人都做到這一步了 好下一步是 來我們再看下一行程式嘛 不要急 好這一行我們看不出它 到底有什麼差別對不對 但是這裡多了哪些參數 欸有這個行 但是這個我不需要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不用 還有這個 等於True看起來是把兩張圖疊在一起 這樣可以嗎 甚至這裡也有 這裡也有這個 說明啊 好再來 再來一個 喔這個是 Y軸取了LOG 這不是我要的功能嗎對不對 但是你可以注意到這裡是不是有個LOG等於Y 這樣可以嗎 但是 這個 這個不是我要的功能 所以我跳過 好繼續 這個 嗯這個看起來也 也還好 沒有什麼特別的對不對 好來再來 你看這一行開頭 欸它是不是加上了一個這個 所以我要加這個的話 我看起來可以用這一行加對吧 可以接受嗎 那我們繼續往下 這個MNT是什麼東西啊 我們打開來看看 欸 這看起來是它的 平均值 好跟標準差 好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個 X 你可以注意到它來畫這個東西 看到了嗎 欸所以說這個圖在上面居然還可以做修正欸 不過這不是我要的東西啦對不對 所以我們先跳過 來再來 好這個看起來又是畫了一個新的東西 對吧 來新的東西我們來看喔 欸還可以把它反過來 但是這不是我們要的啦對不對 再來一次 你看到這一行的時候你發現什麼是 這裡跟這裡 跟這裡 它是不是在這裡有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參數可以設 我們做個實驗好了 我們把Lens打把它刪掉 看到了嗎 好所以說 我們是不是已經湊齊我們想要的元素了 對不對 在這裡 在這裡對吧 可以接受 甚至這裡還有 XLimit跟YLimit看起來非常像 0到35嘛對不對 我們這邊改了0到55 欸看到了吧 所以說 是不是 是不是 答案已經呼之欲出了 對不對 來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答案要怎麼做 喔對還有一個地方 還有一個地方 沒有 沒有學到 來 這個顏色不一樣啊對不對 對到目前為止我們顏色都是一樣的嘛對不對 來下一行 顏色是不是不一樣了 顏色不一樣怎麼打 喔 這裡有FILL等於YELLOW跟ORANGE 欸它打兩個顏色就兩個顏色的循環 那我們多打一個RAID看看嘛 欸按錯了 這是這個RAID的 這是這個RAID的 我要 喔這兩個圖是不一樣的 它兩個圖是不一樣的 它把它疊在一起 好這裡我們用這個來看好了 這是不是兩個顏色的循環 它把ORANGE跟YELLOW 對吧我們把它打在這裡 是不是三個顏色的循環 對吧 好所以說 你現在應該把所有功能都拼湊出來 對不對 來怎麼拼湊咧 來我們來看8PLUS 第一個 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 是EGFR 對不對 然後這裡是Dese 然後DATA 就是DATA 好我們改到這裡為止 先按一下RAID 欸這是我們想要的對吧 好下一步 下一步 下一步來 下一步這個 我們把Color 剛剛是一個嘛對不對 我們給它兩個好不好 RED BLUE 欸是不是跟我想的一樣 好接著 好後來我們會沒有用操的啦 好不好 YLAB XLAB 對吧 好這個LWD是線的粗細度 這個如果我用1.5的話 你可以看喔 現在會不會變粗一點點 它是不是變粗了一點點 如果我用3的話 它是不是變得更粗 這樣可以接受吧 啊這個剛剛裡面也有啦 但是我把它 我把它那個就是 跳過了 好不好 所以這個 你現在有沒有注意到 如果我要學習 學寫程式的話 最好的方法是什麼 用操的 對不對 我們在第七課的時候 學套鍵的時候 是不是有教你 用Example來學習 對不對 好現在 你看這個技巧又來越重要了 後面還有一題 是要大家操程式碼的 好不好這樣可以齁 好那我們繼續 好那我們接下來 接下來介紹一個強大的函數 叫Plot 這個函 這個函 函數啊 它可以同時支援不種圖形 最重要的是有散佈圖的功能 好我們現在有SBP跟DPP 我們要把它打在這個圖上面 因為我們上次做線性回歸的時候 我們 就是我們期待就是 我們要找出一個用X預測Y的東西 那我們把它打在圖上 是不是更清楚 好我們現在來試一下 我們現在把SBP跟DPP打在圖上的話 我們可以用這行 那最重要的是什麼 這個XLAB YLAB這些都是我們剛剛學到的嘛 對不對 它是不是已經打上去了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接下來 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是 你可以修改點的造型 也就是有一個參數叫PCH 好你在這裡齁會發現 欸你好像 你好像 現在開始學理程式碼 好像有點像背東西啊 對不對 就是在背說有什麼參數 好跟大家講一下 確實是有這種感覺啦 因為前六課 我們已經把邏輯訓練差不多了 後面我們開始 也不是說要背東西啊 你要知道有這個東西 那未來你要用的時候 你要到那一課的講義去找 這樣就可以了 好你可以看到 欸這個 這個 我們已經把點的造型換掉了 有沒有點的跟造型的對照表 這裡有對照表 看到嗎 這裡有對照表 這個對照表就是 欸你喜歡用什麼造型的東西 你就用 你就自己可以選取 這樣可以吧 好我們繼續再來看 好那 那其實啊剛剛我們已經發現了一件事情 這個圖啊 圖上面是可以加東西的 對不對 剛剛如果我們好好的看那些example的話 我們就會發現圖上面是可以加東西的 那我們要怎麼把圖上面加東西 我們現在來試一下幾個函數 第一個是Lice Lice是加線的意思 我們來看一下這串函數喔 我們把它貼上 好 X 147 Y等於296 我們先全部畫完 來 它看起來畫出一條線了 對不對 好這個是什麼呢 我可以跟大家講意思是 第一個點在12 這是X的12的地方 第二個點在49 第三個點在76 好我現在如果 如果故意把49-43 這樣這個圖是不是會這樣連續上去 我們再試試看 好這樣可以吧 沒有問題吧 好那 這個plotnew 它就是開一個新畫布的意思 注意喔 當我按下 plotnew那一瞬間 這圖是不是全空了 因為我現在在右邊開了一個新的畫布 接著我plotwindow去指定它的X跟Y 要介於多少人多少之間 如果Y只有到10的話 只有到5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點會超過嘛 對不對 我們來指定一下 plotnew 然後指定一個我們的range在這裡 然後我們畫Lice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個會超過 第二個點也看不到 我們要改成7好不好 這樣至少最後一個點看得到 好看到了嗎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這個plotnew plotwindowLice 它分別在做什麼事 你大概就懂了 這樣可以吧 好等一下注意喔 等一下我們就是要 讓你在你的圖上面加料喔 好繼續 好如果你的點購命 你其實可以畫出圓啊 這個圓 來這個 我們可以用這個 sin跟cos 把它的座標畫出來 為什麼 可以知道吧 各位同學 這個 零度的時候 sin是 sin是0 cos是1 對吧 可以接受嗎 然後 它們就是一個三角形的這個 就是這樣 跟著它跑 就是它各個角度嘛 你其實就是看它 在這樣的一個長邊之下 固定 長度的 長邊 它sine跟cos就是固定長度的長邊 那個長邊角度都1的話 那它的這個 這個 兩個邊 它個別是多少嗎 所以你可以根據這個概念把圓畫出來 對吧 好我們現在給它很密很密的點 這個z是從0.01到10 然後我們的 y x跟y 分別是sin跟cos 那我們把它畫出來 你可以看到 它可以畫出一個圓 好有趣的是 如果我想畫出同心圓有沒有辦法 非常簡單啊 乘以0.5 乘以0.5 欸這樣是不是看起來不錯 好 這是畫同心圓 好那我們現在啊 這個 我們現在來 學一個 新玩意好了 我們現在要加預測線 欸這個 我們 第 我們前面的課是不是有交到 第8課啦 好不好 第8課是不是有交到這個 函數這個 LM LM這個函數跟GLM這個函數很像啦 就是你可以把 這個圖把它畫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喔 我們現在有 x是sbp y是dbp 然後我們這樣打下model之後 它是會出現它的參數 這個參數怎麼弄出來 欸因為它是 s3 class 所以我們可以用 呃 所影符號 把這個coefficient給叫出來 這個coefficient叫出來之後啊 我們可以設定 欸這個 我們可以設定這個 x跟y 分x的 兩個點 分別都在那個圖形的外面 這樣看起來就像個連續的線了 這樣知道吧 我們的圖形在這裡 我們的圖形在這裡 我們的點 我們的線只要在圖形的外面 端點是在圖形的外面 它看起來就像是無線連繩的線了 這樣可以吧 所以我們來 把這個x 設為 0跟200 那我們的y呢 就是 擷距加上斜率乘x 所以我們的x跟y 就分別有啦 那我們就可以來畫線啦 我們來試一下 plot 我們先把這個圖 我們先把這個圖把它畫上去 好這個是底圖嘛對不對 接著我們把licexy 這樣我們是不是可以把那條線加上去 欸看到了啦 看起來是不是有模有樣的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有模有樣的圖 那這個你還可以再加哪些東西 所以你知道你要怎麼改 你要怎麼為你的圖加料了嗎 首先你可以先用plot 或者是其他函數 你用boxplot 或什麼 你把你的底圖先畫出來 底圖畫出來以後 你就可以慢慢試著 去把那個 主要說加個線啊 加個字啊 加個什麼 方形啊之類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 要怎麼加東西喔 你還可以加什麼東西 你可以加字 用text這個函數 來 之後我們的示範 都是出現在 右 上 左下 四個點喔 好就是 10 01-10 0-1 然後我們t的abcd 我們來看abcd abcd 好像看出來 text這個函數怎麼用了吧 接著 point可以加 為圖片加點 欸看到了吧 這是pch1234 這樣可以吧 好繼續 tabcd lenging這個函數 可以為你的圖片 加上注釋 好 top left 就是放在 左上方 然後呢 female跟male color red跟blue pch15跟19 background grade90 好看得出來 它的每一個參數 對應到的東西嘛 好接著 lenging的00 如果你要在00的地方放的話 欸它放出來是什麼 欸 lty 是 light type light type 1就是實線 2就是虛線 它還有3 點線啊 還有4 你可以自己試啦 好不好 來 lwd是剛剛已經示範過的 線的粗細 color 的block 好這樣子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最後 polygon 是多邊形的意思 好這樣可以吧 欸 gring這樣畫出來了 好 這樣如果你都會了之後啊 我們現在要做練習二啦 這個練習二要做什麼勒 來 首先 我們先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手 我們顯 這顯然是個長條圖嘛 對不對 前面有學長條圖了 bar plot 對吧 好 這個bar plot 它 要吃的格式是什麼 注意喔 我們現在 我就給你這些數字 3.32 6.4 3.4 4 4.4 7.2 來 3.43.2 就是這裡 34.2 就是這裡 然後這個 6.4 7.2啊 你可以 拿它來 畫這個 那這個是什麼 這顯然是線嘛 對不對 這個線畫完之後 你還要給一個 這個東西 然後告訴 然後在上面加個字 P等於0.02 然後右邊 還要有一個 Cast Control 這樣可以吧 你知道你要加多少東西了嗎 你一開始畫出長條圖 它鐵定 這些線啊 這些レンジン都沒有 對吧 那你接下來 就是要把它畫出來 好 大家講啊 這個6.4 這邊看起來一點都不像6.4啊 所以我跟大家講 這個東西要怎麼算啊 這個東西 你要算 這個 這個 6.4 除以 根號N 根號N是 Desease等於0的個數 這樣知道吧 這個 我跟大家講一下 那個東西叫信帶區間 這是我們統計上常用的圖 這個信帶區間 這個 這個 平均數 加減 95%ci 這個 加減 1.96 乘上 呃 這個 sd 再除以 根號N 好 這個 你右邊 你那條線要根據這個 這個試算出來喔 那這個 sd我有給你了對不對 sd分別是 6.4跟7.2 這是標準差 這樣可以這樣 那N你要怎麼算呢 你要算 Desease等於0 有幾個 Desease等於1有幾個 那你就可以把 這樣的一個後面這個東西算出來 然後把這張圖刻出來 這樣可以吧 好所以 各位同學先在前面練習一下 然後接著 把後面試著把這張圖刻出來 這張圖要 一時間刻出來 應該是有點困難了 所以我們會分兩階段 我們前15分鐘的練習啊 先給大家 稍微練習一下前面 然後接著 把這張底圖畫出來 如果你底圖畫不出來 我會在 我會在15分鐘之後 告訴大家底圖要怎麼畫出來 接著大家再來試一下 要怎麼把那些線刻上去 好不好 給大家15分鐘的時間 現在我們已經把這些東西都算好了 基本上你的M0 S0 M1 S1 大概這些重要的參數就是在這裡而已 好 你如果需要的話 你可以把這裡抄下來 好不好 不過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我們要先畫出 長條圖對不對 來我們來看一下長條圖 這長條圖 這長條圖 Desease 一句話 可是我們畫長 我們剛剛學的長條圖是什麼 我們是不是來看著喔 來 8 plot 然後table 它是不是叫table 然後data裡面的 Desease 對吧 我看很多人畫出這個圖啦 就是 8plot 然後table data裡面的這個 欸 這不是我要的啊 因為這個軸是什麼 這個軸是Desease的個數對吧 那這個軸呢 這個軸是EGF啊 所以這不是我要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東西好不好 這個東西顯然就是我們東西了嘛 對不對 好這個東西 table 等於 等於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 它裡面的數字不是我要的啊 2 49 691 那我要怎麼辦 欸 我其實可以把它的第一個 改成 M0 它的第二個 改成M1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來試一下喔 現在我們的tab 是不是看起來就對了 對不對 來我們再把它8plot 起來 欸這顯然就是我要的了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好那下一步 下一步我要畫線嘛 對不對 可是線有點難畫 靠誰知道 誰知道這個什麼 就是 呃 覺得來說我 我們現在要畫這個 呃 覺得來說要畫這裡 覺得說我們先畫這條線好了 這條線我當然知道是M0加S0 Y軸是M0-S0到M0加S0 對不對 但是X軸呢 X軸看起來好像就是0嘛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喔 那我們來畫一些Lights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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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Y呢 Y是M0-S0 M0加S0 欸 看不到 為什麼看不到咧 那我們來試一下1好不好 喔 這個 這個等一下我這邊還忘記1.96 1.96 好你發現了什麼 你發現這裡有 兩 有一點點東西對不對 你看到了嗎 這裡有一點點東西 這個顯然就是我們剛剛加上去的東西了嘛 所以我們根據這個東西我們發現什麼 欸其實上面有一些地方被我們蓋住 我們看不到對不對 所以啊我們其實需要 第一個 我們現在需要把我們的BarPlot 它的YLimit 改成 就來說 0 40 這樣可能那個線會清楚一點 我們再試一次 好看起來比較清楚了對不對 但是還有什麼問題 它這個 並不是我期待它對到這裡啊 但是它實際在這裡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要稍微試一下 我改一下 我看多少咧 1.5 1.5 1.5 它是不是到了這裡 好1.9 欸它是不是對準了 好我可以跟大家講 1.9跟0.7 1.9跟0.7 就是我們要的 我們這個0跟1的位置 這樣可以 它的中心1.9跟0.7喔 你要稍微試一下 你才會知道啦 所以你現在知道了嗎 你需要透過 欸你需要透過這些資訊 然後先把底圖畫出來 接著再一條線一條線把它加上去 這樣可以嗎 好我們再給大家一些時間練習 好當然我看很多同學最後都放棄啦 就直接看答案 不過沒有關係啦 我們來一行行看答案 這樣還是滿有 滿有這個就是 感覺 可以教我們一些事情 因為 這一題有一個困難的地方 就是其實你們沒有程式碼可以抄嘛 對不對 如果說今天有一個程式碼可以抄 那以後就會比較好改了對不對 好我們來試一下 好這個8PLUS顯然就先被畫出來 對不對 下一個LICE1.9x1.9 欸M1 這個QNORN喔 這個你們可能不知道 這個就是1.96的意思 這個就是這個 欸 我去做這個 查這個 常態分佈 它這個在第97.5個百分位是多少的地方 好不好 那就是95%信賴期間需要用這個資訊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欸這樣是不是第一條線都畫上去 第二條第三條 好看到了嗎 1.9x1.9 是畫這一條 那接著 是畫上面這條下面這條 這樣可以吧 然後接著0.7 畫這一條 好先畫 上面這條 再畫下面這條 然後接著 把這個 欸 這裡 這條線給畫出來 好這樣可以嗎 然後接著把上面給一個字 好 如果你覺得字的位置或什麼 不是很理想的話 你都可以自己調啦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好接著Lengend 好這樣又上去了 好所以 當然你把它拉大一點 這個Lengend 就不會這個 遮到這些東西了 好所以說這個 我們今天這個畫圖的這個學習 應該 應該不算太難吧 也許你沒有辦法短時間之內 把這個圖畫出來 但是你應該感覺到說 其實它對圖的這個 呈現自由度是非常高的 基本上 只要我想 我花時間 我一定都可以把那張圖 弄出來 不過有時候真的是很花時間 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我常常畫一個 什麼 Paper上的圖 我就要畫四五個小時 這樣子 為什麼 因為要調那個位置啊 或什麼東西 你們可以想像 就是我寫到這個程度 我都要花四五個小時了 那這個 可見這就是 這就是一個 不管誰來搞 就是一定要搞很久的東西啦 好不好 好那我們 最後 今天的最後一個 小部分 我們來教色彩透明度 與函數 我們剛剛是不是教了大家 說 你可以去那邊 去色表那邊找他了 不過色表那邊找他了 你這個自由度還不是很高啊 我現在就想要 無限的 種類的顏色 那怎麼辦呢 好這個時候 我們來 我們等一下再來 我們等一下再來教大家 要怎麼無限種類的顏色 我們先 這個 開一下你的Word 大家看一下這個Word Word喔 那我們來 我們來改一下 這個 文字的顏色 怎麼那麼慢啊 喔天哪 太誇張了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電腦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要改文字的顏色 是不是在這裡改 改紅色 這樣是不是就改紅色 這大家都會用嘛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其他色彩這裡 這裡是不是有好多 唉唷 這電腦還行嗎 好啦好啦 這個 這個 顏色這裡 你是不是有注意到 這個 這裡是不是自訂這裡 它是不是有 非常多種顏色 這裡就只有 基本的色盤嗎 對不對 在這裡自訂這裡 你有發現什麼事情 你在這裡可以隨便拉顏色 它下面是不是都對應到 紅綠藍三原色的一個數字 好跟大家講一下 最多 這裡可以全部都255 這樣可以 全部255就是白色 全部都0就是黑色 所以它這是一個0到255的數字 你可以隨便給個數字 調出你想要的顏色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等一下我們就要用這個 我們就要用這個概念來調色喔 好不好 好我們現在再回到R的這裡來 我們來讓大家這個就是 先畫圖 首先我們現在 為什麼我們要調色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啊 我們現在發現了一件事情 也就是我們現在 我們把這個圖畫出來 它是不是有點 非常的醜 疊得亂七八糟的 好 如果你把它PCH改成19 而且剛剛這個 圓圈這種點啊 那原則上還是 並不怎麼好看啊 我們還是比較喜歡 可是這樣 我們還是比較喜歡看點的 但是你這樣看 你可什麼都看不出來 對不對 好 好所以有沒有什麼辦法 我可以把這個 把這個圖把它呈現得好一點 那答案當然是有的啦 好不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色碼 來這個 FF0000 代表F是什麼 F就是 0123456789 ABCDEF 好所以總共有16位對不對 電腦是16進位的 應該說色碼是16進位的 好所以從00就代表0 FF就代表255 所以大概稍微簡單的運算一下 就知道 欸我到底這個 0到255 我應該要用哪一個16進位的位色碼 這樣可以吧 這個就是色碼 好所以 FF0000代表是紅色 為什麼呢 因為前面兩碼是紅 中間兩碼是綠 最後兩碼是藍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那我們現在試著 用色碼把這個圖給 把顏色給畫出來看看 好同樣的 我們畫在 左上右下 欸有沒有 右上左下 好然後 我們 色碼 我們這次用色碼是 FF0000紅色 沒有問題對吧 那 欸這個是 FF0000 FF 這是什麼意思 後面的兩碼 怎麼會多兩碼 兩碼是透明度的意思 如果是FF就代表完全不透明 那如果是 80呢 半透明 這樣可以吧 那如果是 如果是0000的話 那當然就是黑色的半透明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因為它底圖是白色的 所以你看到它的半透明 會有一點點這個 會比較偏白的感覺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懶得自己想射嘛 你只想要搞個比例 你可以用RGB這個函數啊 不過其實搞色碼應該沒有那麼難 好不好 比如說你可以這邊0.5 你可以自己弄出 它可以自動幫你弄出 這個16進位的這個 16進位的這個 色碼 這樣可以吧 好不過 不過就是 這個對大家來講 應該都不是太難 因為畢竟這個 呃 就是大家數學應該都沒有那麼差吧 轉個16進位 應該是很輕鬆的事 好接著 有了半透明的顏色之後 你就可以用散步圖畫出密度啦 好所以大家 現在你就知道一件事情 我們啊 其實可以這個 我們先把它畫出來 然後你看到了 是不是有 有漸層 而且這件是三尺 我可以再拔改更透明一點 這樣就更明顯 好看得出來吧 好那大家知道 以後啊如果你想要一個什麼樣的顏色 你其實可以去WORD啊 或是PT什麼 去調一個你喜歡的顏色 然後你就把它放到R裡面 這樣是不是很方便 這樣可以吧 這就是色嘛 好那 這個 剛剛那張散步圖畫起來不錯對不對 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 其實有一個函數叫Smooth Scatter Smooth Scatter啊 他可以畫出剛剛類似的散步圖 不過我們今天並沒有特別學Smooth Scatter 所以我們帶過就好 欸 看起來是不是也是蠻好看的 對不對有模一樣的 好而且你如果 你可以幫他加注釋 你Google了之後就可以發現 欸其實你還可以幫他加注釋 旁邊還可以有這個 好你這些都弄好之後 來 我跟大家看一下 我們今天最後一個練習題 今天好像課程 大家上的比較快喔 來這個練習題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 這一個 程式嘛 我們練習修改別人的程式嘛 這個練習 別人說什麼呢 來他提出了一個問題 我想要畫我的這個R的這個圖啊 畫起來就會長這樣 看起來有點醜對吧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畫的那種基本版 他說啊 這個 他用這個MateLab 他可以畫出這種圖 他在Paper上看到這種圖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疊的比較深的他用紅色 疊的比較淺的他用藍色 他在Paper上看到這種圖 This article in PNAS 我想問一下 我怎麼樣可以畫出這種圖啊 他在R裡面 他不知道要怎麼畫出這種圖 下面有個人回答他 請你貼這串程式嘛 你就可以畫出這個圖 我們來把它貼下去好不好 試著貼貼看 還真的畫得出來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 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我的題目是 你今天是 你的Data是SBP畫DBP啊 對不對 你不是要用他的Data嘛 對不對 所以請你試著修改他的程式嘛 把它套到我們的圖上 這樣可以吧 你要修改這一串程式嘛 然後套到我們的圖上 這樣可以嗎 好我們給大家一些時間練習啊 這對某些同學來講可能會蠻簡單的 好這題 如果你仔細看 我們全部複製貼上 這樣當然是這個一定畫出來嘛 對不對 但是這個我們剛剛不是說 學寫程式要一行行寫嗎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 來我們先把它清空 好這一行 按掉RUN之後 右邊是不是出現一個X1 這X1是什麼東西 它是一個數值對吧 好 長度為1000的數值 X2也是 接著 DF 它顯然是一個DataFrame對吧 這個X1跟X2 它的這個長什麼樣 這個不重要 這個右邊這些我沒有交 不過沒有關係啦 好不好 這個並不影響我們的這個實驗 好 那你發現這個DataFrame DF就是把X1跟X2把它整進這個DataFrame裡面 還好對不對 接著 上面還有一些注釋 仔細看的話你會發現 欸 接著產生一個X X這個東西啊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X的東西是什麼 欸 它看起來是一堆色嘛 對吧 接著 DFDance等於這個什麼Color to RGB 看不懂 好沒關係 但是你看 這個顯然是DF裡面 給它加一個變相嘛對不對 叫Dance 欸 是不是出現一個叫Dance的東西 好接著 這個 Colors 現在的Colors看起來是 也是一堆色嘛 好這個色嘛 而且這個色嘛 看得出來 最後一個是紅色對吧 紅色就是我們最深顏色 那 第一個看起來就是深藍色嘛對不對 好接著 DFColor等於 DFDance 我們再看一次 欸 是不是這裡右邊就有Color了 好接著呢 它Plot X2 X1 對 X1 X2做這個 X1是自變相 X2是一變相 我們把它 然後接著把這個Color把它畫上去 它是不是畫出來了 所以關鍵是 只要我有X1跟X2 它是一堆數值 我就可以畫圖了對吧 那我們剛剛的Data裡面 是不是Data裡面的 SVP Data裡面的 DBP 好我看到非常多人把Data裡面的SVP跟DBP放在這裡 這樣是不對的 為什麼 你是要傳給X1跟X2 不是把 右邊傳給它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你今天如果要寫一個 你今天要從 某一個東西開始 請你都把它放在右邊 不要把它放在左邊 很多人弄錯都會弄錯在這裡啦 好 我們現在全部複製貼上一次 看到了吧 這裡 雖然這個還沒改 但是這個VALUE RANGE已經改了 對吧 好 剩下 如果你要增加一堆有的沒的 什麼YLAB那些 就這樣就可以了 好 所以這題應該沒有想中難吧 這樣可以接受 我看很多人其實都做出來了 好不好 好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啦 那個 如果 我等一下螢幕還給大家 讓大家練習一下啦 我覺得今天應該 感覺應該會 這些題目都比較簡單一點啦 大家應該會比較有成就感 大家可以練習一下 現在節課開始 我們再學習一些 其他的 特殊的圖形的繪製 好不好 就這樣